德国总理默克尔18号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表讲话时强调 德国方面反对美国对北希尔天然气管道项目相关方实施制裁 德国图片报援引德国经济和能源部的内部文件报道称 德国政府预计美国针对北希尔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制裁将于12月20号之前生效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不排除制裁可能对管道铺设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但德国方面认为北希尔管道的铺设有可能在制裁生效后法律规定的30天缓冲期内完成 此外美国彭博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 美国阻碍北希尔项目的能力有限 项目管线几乎已经完工 制裁太晚以致无法起到任何效果 美国将尝试对俄罗斯的其他能源项目施压 对俄罗斯的其他能力有限